SALO PODY 我有沒有看到 他旁邊有一個小小小 這隻非常淡定的在看我 你看那個臉 HELLO 各位大家好 今天要開始我們的動物大前夕了 現在天都還沒亮 有沒有看到 是黑的 我們已經要開始來吃早餐啦 這個是他們的Omelet 還有Toast 今天早上是喝Milk WOW 太陽要出來了 好 我們今天要坐這台車就是我額外加加的 DANIEN 你好嗎 我很好 歡迎來到Masemala 歡迎 歡迎 我們要開始我們的遊戲 OK 我們要前往Masemala Masemala 他們旁邊呢都有那個無線電 然後他們就可以互相通知哪裡有動物 借有無線電的方式去找動物比較快 我現在穿著 我會演他老婆把賽族的傳統服裝 因為這蠻冷的 然後想說可以跟他借 我覺得有租車算蠻不錯 因為 我覺得不需要自己開車 也不用自己找動物 我還可以很舒服的躺在這邊 這邊草原證超大的欸 超級大 跟我前面去的那個Nakuru差蠻多 因為Nakuru就是很多樹 那這裡是整片全部都草原 一眼望到死 他們在過馬路 Nakuru with sunrise Nakuru with sunrise Nakuru with sunrise Walderbiz Walderbiz 我們現在又停在 在角林旁邊 林陽 這邊呢都是公的 公的他們會在外面密屍啊 所以就是群居的那種感覺 因為其實蠻多車子停在這裡 所以說我們也是停在這邊 看一下我們的林陽 我們剛剛進來的這個國家公園呢 叫做馬薩馬拉 National Park 那在馬薩馬拉這邊的話 我們上車是不可以隨便下車 也不可以餵食 因為當地的馬薩人 他們是非常注重他們自己的保護園區 但當然他不只是在肯亞 他也在塔莎尼亞 塔莎尼亞呢 還有一個國家公園叫做賽倫蓋提 那這兩個國家公園呢 其實就是動物大遷徙發生的地方 他算是一個 深深不息的一件 自然景觀 動物他們為了要尋求食物跟水源 他們會搭配雨季跟乾季的時間 而做一個遷徙 那這個是順時鐘的方向 在這個遷徙過程中呢 會有成長會有生老病死 動物跟動物之間發生爭奪 小食動物被肉食動物吃掉的狀況都有可能發生 所以說大家來觀賞 就是這個自然的遷徙過程 完成了這個使命 就代表你完成了整個自然界的循環啦 每年4到5月份的時候 剛好肯亞這邊 它的雨季結束 動物呢就會從塔莎尼亞那個地方往上走 想像現在在這個地方 就是7、8月的時間 剛好是動物往上走的時間 所以我才會選擇肯亞 因為如果說你是在6月或7月的時候 你在塔莎尼亞那邊 剛好是動物出發的地方 你可能可以看到很多動物過河 那我現在因為已經在8月9月了 通常很多動物基本上 也差不多都已經過到肯亞這裡來 所以說我才選擇肯亞 除了這之外呢 還有小鄉之前介紹的非洲舞霸 大象、獅子、犀牛、水牛跟獵豹 這非洲舞霸是 來這邊一定要看 其實最希望就是看到那個 動物大千禧一起移動的那個大景觀 但是那個可遇而不可求 不見得這麼有運氣可以看到 這就是為什麼我選擇肯亞 我們就繼續奮力的尋找一下 還有什麼酷的動物 Let's not alone 然後我們就要去看 checking 他這樣開到不是路上欸 哇果然是地培才知道怎麼穿越 而且馬賽族的身高都超級高 平均身高超過180公分 你看他那個眼睛多利啊 你有沒有看到 東看西看東望西望 哇 欸我發現我的driver也是蠻辛苦欸 邊開車還要邊找 微臉就是坐在旁邊而已 哇你看這個大草原 好歪喔 的大草原 我們這個馬賽馬拉呢 大概有台北市七倍大 哇你看這個開起來多累 難怪他跟我說今天早上 六點之前就要出門 然後我們大概五點才要回去 四五點 哇 將近十一個小時都在這個公園裡面 也是蠻辛苦的欸 也是蠻辛苦的欸 Africa Buvalo 水牛 我們那時候在Nakuru也有看到 然後這隻 這隻非常淡定的在看我 你看那個臉 掰掰 他真的好淡定喔 哈哈哈哈 滿山滿野的牛羚 還有 Zebra 全部都是 但他們這個應該不是在遷徙 他們只是在吃草而已 這邊好多Forgias 全部都是 微聚在一起欸 哇他真的在吃欸 牛羚 我剛剛看到一個牛羚的屍體在裡面 哇 Amazing 各位 我們又穿進草原裡了 他又沒有走正規路 我在猜可能 他在找 獅子或是獵豹之類的 因為獅子跟獵豹他們都會躲起來 比較沒有那麼好找到 超多車聚集在那裡的 一定是有東西 哇太扯了 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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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台車都擠在這 是什麼意思 大家都在這 用擠的 用擠的 這邊 沒有在跟你講排隊了啦 全部都在插隊 好可愛 哇 哇 Loppet 喔喔喔 啊 啊 美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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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Loppet 但是他躲起來了 沒關係我有看到 我有看到 我有看到 沒關係我有拍到 他在走路喔 各位有看到吧 Loppet 他美麗的聲音 在走路的樣子 很難看 而且他剛剛連我超近的耶 他也是蠻厲害的耶 他從那麼遠的地方 一路這樣衝過來 然後前面有那麼多台車 他進來可以讓我看到Loppet 蠻酷的 蠻厲害的 我的天窗跟人家不一樣耶 我沒有上面那個擋的 我是直接人頭抽出去 我是手動的 他們其他人是會有個打開 我是直接頭伸出去 Nice Thank you Kalabo Kalabo is Welcome Welcome 這樣子等一下我就可以站上去去找人 Yeah 他一直到處跟人家炫耀我們看到滑寶 Loppet Find of those Which one is the most difficult to find Loppet Loppet So we already seen the Loppet OK Lucky us Cheetah Yeah WOW我們看到Cheetah了 Still cute WOW So lucky us And Cheetah also difficult to find Right Yeah But Cheetah and Lepop Which one is more difficult Lepop Lepop Oh Bye Bye Cheetah 我們現在來介紹一下Cheetah跟Lepop的差別 Cheetah呢 它其實就是非洲獵豹 Lepop它就是花豹 那Cheetah它的體型會稍微的小一點點 Lepop會比較大一點點 大家熟知的黑豹 它其實就是Black Lepop 剛剛我們看到那個Lepop 司機跟我們說它已經趨於黑色了 所以其實我們說很幸運看到非常非常稀有的 好開心喔 我要來尿尿了 他跟我說在這裡尿尿 I peep here OK This is all the toilet You can choose whatever you like 就是這裡了 我尿尿的區域 But Can I go behind there OK 我沒尿尿 這邊應該沒動物吧 他剛剛還很開心跟我講說 嗯這裡有很多不錯的廁所唷 結果數不知是 天然的 好啦 那就讓我先尿尿吧 我們出來玩就是這樣 隨地尿尿 Lion 牠感覺要去吃 牠想捕捕牠 離我太近了吧 這也離我太近了吧 那是很奇蹈 超羨慕的 牠就在我前面欸 你沒什麼這邊吧 牠離我超近的耶 Lion就在我後面 它應該是要去前面的羚羊巡 牠要去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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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嗎 太近了 現在他是往前走 要去找他的夥伴 因為他的夥伴已經有殺了一隻動物 所以他現在是要走過去找他的夥伴 喔喔喔喔喔 衝去了 喔喔原來 喔喔 那是為什麼 原來他就是來這邊搶食物的啦 喔 好聰明喔 大家有看到嗎 大象在那裡 我的同伴就在這裡 大象 好可愛喔 欸 超級wild的欸 他旁邊有一隻小小象 所以我們又收集到了Big Five的大象 所以現在我們有四個 我們有一個蝸蝸 蝸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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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蝸蝸蝸 很累 很累 很睡覺 他正在睡覺 我們現在抵達馬爾拉河 你可以看到 河河 他們可能會距離 所以現在已經距離了嗎? 我們來看動物大前夕會不會經過這個河 因為主要就是要來看他們經過河的 通常大家都會在這邊等蠻久的 因為要看動物會不會經過 好像有欸 因為前面也在動 動物大前夕就要看這邊有沒有辦法看到 就是 今天可能沒有機會再看到動物過河了 因為他們已經過完河了 因為動物過河其實是動物大前夕 最重要的總統系 但我們剛剛看到的時候 我們來不及全部的車都要用沖的 他們已經很飛速的直接過過去 那我們看到對面啊 對面那邊呢 就是Tasania 所以是我們中間這個叫做 Mala River 它跟我們剛好隔開 這個時候呢 雖然我們看不到動物大前夕 但麻煩剪輯師幫我上一首 Lion King的歌 來到這個地方 來到這個地方 就一天就差不多 把所有該看的動物都開完了 那為什麼會有人在這邊待個兩三天三十天呢 原來是他們都在等Cross River 那可能不是一天就一定看得到的 我們要在這棵樹下吃午餐 OK 謝謝 歡迎 那我們的威廉有準備 餐盒 我的食物包 我們要來吃午餐的 欸 它這裡面 有一根雞腿耶 然後 還有吐司跟 Banana 我們現在BIG FIVE剩下最後一個犀牛 RENO 但我不知道有沒有機會看到 因為現在已經快四點了 那他們說 不一定看得到 如果沒有看到 也是蠻可惜的 其實我們從早上六點到現在也是蠻久的時間 快四點了 那我們就試著找看看吧 好的 我們要離開了 結果還是沒有看到 好 犀牛 我們非洲五吧 大 屎 賣 這種動物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 因為草原太大了 要找到太難了啦 對啊 所以沒辦法 我們現在就回部落 準備休息一下 整理一下 吃晚餐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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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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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們回到村落了 趁現在天還剩亮的時候 趕快為大家做個好好的結位 因為想必大家應該都還蠻想要來到肯亞這個地方 雖然很可惜 我們沒有看玩非洲五吧 很多蒼蠅 我們少看到了犀牛 那很可惜 我們也沒有看到他過河 其實住在這附近呢 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resort 或者是camping的地方 那為什麼我會選擇這個村落 因為我覺得 你們應該看很多小巷影片就知道 小巷其實是一個很喜歡 融入在地的 我不是想說一定要住在飯店的人 雖然我也是很蠻希望可以洗澡啦 雖然我已經兩天沒洗澡了 那我覺得可以給大家呈現最原始 他們這邊生活的樣子 那這個影片才較有意義 不是每次只是住飯店吧 大家應該說是這樣子 沒錯吧 因為我大可以花很多錢去住很高級的五星級飯店 但我也可以把這些錢留下來 然後給這些村落啊小孩之類的 所以呢我才選擇住在這裡 為什麼我沒有開我自己的車進去呢 因為 William有說我那台車可能沒辦法開進去 但我今天真的看到好像沒有一般的車子開進去 但是昨天我室友他們是開小車 他們有自己開進去啦 反正anyway我覺得 你們都已經來到這邊肯亞了 那還不如就請一個當地的driver 請他們帶你們進去裡面看 找動物會比較好 因為我今天真的認真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你們沒有driver帶你們走 或是tour guide帶你們走的話 你根本不知道動物在哪 根本也不知道怎麼回來 因為太大了 那個地方太大了 too big OK 所以呢我覺得花一點錢請 driver和導遊是好事 其實我們是可以下車的 但是他就是定點下車 像我們有下車去吃飯 然後下車去尿尿 但中途是不可以隨便下車的 因為你中途隨便下車的話 如果其他車經過 可能他們會控訴你 因為很多人說想要問肯亞有關的問題 那你們可以下面留言 那我盡我可能 可以回答的我就盡回答好不好 如果說你來到肯亞時間不多 我建議來到這裡 Masemala National Park就好了 你們不用說特別一定要去到 前面去的那個Nakuru 因為Nakuru其實唯一不一樣的就是 他們有火獵鳥 但這邊沒有火獵鳥 但其實在Naruku看到其他的所有動物 這邊都看到 而且這邊更近距離 他就在你旁邊 就pass by 在你旁邊 很近 如果你們時間有限的話 請來到Masemala就可以了 好 William的婦 大家看一下 So beautiful OK 她才21歲 21歲 Hi everyone Come on Look at her hair Hello Oh my god Welcome to Kenya Welcome to Kenya It's ok for interview OK 那我現在想要問她幾個問題 You and William We are a couple in high school right No Oh boyfriend We start from Yeah I was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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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after that 1 year You just get married He is a romantic person Yeah In Maasai life Every man can marry more More than one More than one Right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at It is so traditional So I can't Oh Oh He can do it Really You accept that He will I mean I know You don't want but He still can When I get Like 5 6 children She will bring another one If you guys have 5 or 6 children He can marry Yeah Oh That is traditional Can you imagine Already Burn A true child The body is still so amazing Oh Oh my god So you okay with that But you know in Taiwan we just One by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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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one Me too No just one by one Husband just only have one wife That's nice Can you do something new And we go No more in Taiwan Because our rule We can marry more than one wife Like But it is good things right Yeah So nice What's your name Nasaria Nasaria Yeah Thank you for our Nasaria Bye bye Hi What are you doing All the water Yes Yes 他好乖喔 他在幫忙 舀水 他們現在要煮東西 水需要水 I'm making some tea for you Oh yeah 現在在煮茶給我喝 哇 這個茶 真的超好喝 然後剛剛他們去倒了一碗水 可能要煮菜煮湯吧 雖然水有點 啄啄的大 沒關係 有 來吃 現在我們要去威廉家 其實威廉昨天是有跟我一耀 他說可以給他老婆 給他一個 然後其實我想說 他老婆那麼漂亮 然後又算是現代女性 但卻 我不知道欸 我覺得在部落裡面也是蠻難過的 因為他們 當初年輕時的愛情 最後還是得接受老公再娶 就 沒辦法 所以 我是很喜歡他 我來到非洲這邊呢 我會有一點害怕 就是 我是觀光客 他們看到我就會想要 要東西 而且還蠻多的喔 很正常 但其實對我來講 我不會想要給 那些 一直要東西的人 我會想要給那些 我自己發自內心想給的人 所以我才想說 他老婆是一個很棒的人 昨天在跟我聊天的時候 去 從來沒有一個感覺 是讓我覺得他是想要跟我 多要什麼 所以我決定要給他一整盒的想照 我應該穿我的馬屁 地上都是大便 好 那我們來去看吧 去威廉的家 威廉的家 我對你有帶去的家 媽媽醒來 媽媽醒來嗎 媽媽醒來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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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是威廉的 這是我嫡 你的嫡 你很可愛 好可愛 嘩 嘩 謝謝你 謝謝 我願意給你一個小小的 謝謝 謝謝你 因為你很漂亮 你知道嗎? 我發了我們的影片 在我的Instagram、Facebook 很多的我的Facebook 所以你很漂亮 我沒有騙你 那是真的 很多的 很多的 很漂亮 謝謝 對 很多的在裡面 所以你可以 喝得很漂亮 喝得很漂亮 每天 那我們就跟她說拜拜囉 感謝他們招待的兩萬 我覺得大家可以來體驗部落生活 那在這裡也算是蠻安全的 其實我一開始來的時候 我也是有擔心 怎麼那麼多男人 我覺得要有防戒心是一定要的 當然也不要把世上的人 都想得太邪惡 可能新聞台真的播太多恐怖的 的新聞 讓我們開始會對於人性感到懷疑 無論是位在哪 無論是在台灣還是在國外 都有可能會遇到壞人 但我相信大多數好人的比例 一定還是佔得比較高的 希望大家不要 因為恐怖新聞 而害怕去外面 探索世界 那我們就 介紹到這囉 喜歡小小姐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好開啟小鈴鐺 掰掰 拜拜 可愛 我們等一下 好可愛 拜拜 拜拜 謝謝 拜拜 謝謝 把我处处放入